大家好,我是睡觉人 最近听好多人说什么财富密码,流量密码,色图压缩包密码之类的玩意儿 今天就给各位整个厉害的 动画制作的万侧镜密码 可能就有观众会问了 什么是万侧镜密码呀 万侧镜不是不好的东西吗 诶,先别急 首先说明一点 一部动画的制作是很难避免万侧镜的情况的 当一部动画开始进行制作工作的时候 有的工具人活着 他就已经过劳死了 那么既然无法避免制作动画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闹心的情况 我们就要从头分析一部动画它万侧镜的原因 明明制作时间充足但总是一拖再拖直到死线 明明是个PPT动画却还是得各种爆竿才能做得出来 刚了解了所谓的万侧镜密码 经过数次轮回的艰苦磨练 我们都会选择辞职 而不是我们才会有改变未来的可能性 才能做出让制作人员和观众们都开心的好作品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带入一下动画公司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不管是原请也好 外包也好 动画公司需要经营 需要工作 需要生产 需要利益 就会从各个企划公司或者原请总成报公司那里 接受动画制作的委托 而这些委托的详细内容中 就可能隐藏着好多个万侧镜密码 工期太短 挑战人类极限的流水线 为什么工期这么短呢 投资方因为各种原因 比如宣传原作 同步原作的某个活动 或者单纯的就是想早点看到成品的效果 总之投资方的想法各种各样 有钱人的心思我们也猜不透 当这些投资方都不管质量问题 只急于宣传的时候 观测镜就注定要出现了 既然过短的工期已经是无法改变的条件 那么真的会有动画公司为了经营而全部接下来吗 不会真有公司接这个项目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嗯 好吧 还真有 工期太短 一般是多短呢 首先排除掉动画本身企划和弦机设计 所需要的一两年左右的时间 规划整体工期的时间 是从电视台档期确定下来之后 而真正开始制作的时间点 是从动画的分镜完成开始 只要分镜完成 后面的流水线就能立马跟进 在百箱中 武藏野动画给出的进度表是每期动画都有18周 也就是四个多月左右的制作时间 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进度配置 再保险一些的话 比如半年翻或者年翻 都会有半年时间做一集的情况 那么三个月以上算是正常的话 反过来三个月以下的话 观测镜就开始向你招手了 我经过工期最厉害的一次 是动画分镜完成后 三周时间就做完并直接放送 三周时间呀 有些歌杂不住三周时间都不一定能更新一期视频出来 而要说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快 其实无非就是往死里对人手和精简制作的流程 比如分镜完成之后 跳过作画会议直接让云画师开始作画 声游们也直接对着分镜稿开始配音 云画完成后演出也不检查了 作画监督也不修正了 直接发外包到中国一条龙服务迅速收割尾 最后再进入后期摄影就算是完成了 如果各位还体会不到望测镜的话 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三周做完一部动画 请问stuff们一个月可以回几次家呢 设定太复杂 细节太复杂 返修率100% 设定细节复杂 一般都体现在角色或者物品线条过多 导致作画时间变长之类的方面 但今天受到这个问题 估计了观众都能猜到了 没错就是钻石王牌 导致我现在看到棒球就犯PDSD了 一般动画中 一个角色甚至从头到尾都只有一种版本 就算换个服装也会单独做一份独立的设定 但钻石王牌是个非常严谨的棒球动画 它的做法是把全部的服装和物件都单独拆分开来 比如单独分出了主角专用棒球手套和普通棒球手套 比赛的帽子和练习的帽子等等等等 再把这些服装物件与各个角色进行组合 才能构成每个镜头里需要的作画设定 原画师在绘制的时候需要考虑到 这个角色是主角还是路人 是投手还是补手 球棒是木质还是金属 Sawamura是左头左打 Furuya是右头右打 Miyuki是右头左打 Kuramuji讲话的时候是自的牙齿的 Haloichi的头发是盖住眼睛的 还有作品中角色的Honky妹的设定 之类的一大堆细节 钻石王牌是我当时作为新年制作进行负责的第一部作品 顺便我和我的stuff们也都对棒球一窍不通 所以钻石王牌虽然是个PPT动画 但做起来相当不轻松 之前做过一期关于反修的视频 其实讲的就是钻石王牌 是一个我心中无法忘却的噩梦 动画的stuff们 动画的监督也好 其他大佬也好都是普通人类不是什么神仙 多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性格 因为咱们也和他们一样都在黑心企业做动画 工资都不高还天天加班 所以肯定是要尽可能的互相理解 但总是会出现各种奇葩的人和事 这些事情甚至是和动画的制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总能给你带来令人崩溃的万色镜体验 比如说有些演出经常是在家工作 不愿意到公司干活 或者说因为已经被某公司拘束中了 偷偷接单子 导致只能在家工作 而作为制作进行是需要开车把各种画稿送到演出家里 演出交稿后还要再去回收 还有些老演出年龄太大腿脚不方便 需要组织会议的时候 就还得制作进行开车去演出家里 把演出接到会议地点 完事后还得把演出送回家去 总之就是各种事情吧 其他的什么性格比较古怪了 喜欢找你吃饭喝酒了 经常放你鸽子了之类的 各种各样的stuff都有 因为动画的制作体系本身就相对自由 慢慢影响了stuff们的工作习惯 加上日本职场中的形式主义和等级观念 又让这本来就够腕测镜的制作现场 多了一些无奈的味道 以上三点就是最常见的三个万测镜密码 如果你也进入了业界 做起了动画的工作 就一定要避免不仅工期特别短 设定还特别复杂 和新stuff还是个出了名的鸽子王的作品 不然那就不是作品万测镜 而是你自己要万测镜了 目前为止 睡觉人也经历过了各种万测镜的情况 导致睡觉人总是在班熬夜 搞得脖子生疼 说到这个脖子的问题 先来问各位几个问题 摸一摸脖子 后面有没有硬块 再扭一扭脖子 有没有觉得自己脖子很僵 还会发出咔咔的声音 这就要小心得颈椎病了 看看这组今年的数据 30色以下的颈椎病患者 比去年上升了22% 不仅仅老年人 实际上人人都有可能得颈椎病 他连七岁的小朋友都不放过 估计连up主 都要变成颈椎病的高危职业了 各位知道吗 只要低头有60度 就相当于一个七岁小孩子 坐在你的脖子上 长此以往 脖子酸痛 僵硬 工作没动力都是轻的 头晕恶心 手麻脚麻 动弹不得 那才叫可怕 一旦到时候头疼去医院 查出来是颈椎病 躺在病床上一边设罪 一边打把掏钱的时候 复活也来不及了 那该怎么保护颈椎呢 首先是调整坐姿 做不到的话 可以试试颈部按摩 但别对自己的手法 盲目自信 颈椎真的很脆弱 瘫痪也真的很简单 所以接下来又要给各位推荐一款射触护理神器 萌芽加颈部按摩仪 一键环节颈部疲劳 可以帮助各位射出改善加班后的痛苦 四折五入 就相当于解决了大部分动画制作的弯测镜问题 更厉害的是满电续航可以达到十多天之久 这下各位都可以在公司加班超过十天了 除了六种电脉冲模式 三十级强度调节 还可以外接电极贴片 全身上下各种部位都能享受极致按摩体验 睡觉人定制的弯色镜版本 还可以接在铅笔上 让笔自己画画等一大堆功能 如果问我买按摩仪到底值不值 只能说只要让自己少去一次医院 那就是值得的 而且售后不用各位担心 萌芽加承诺一年内免费换新 而且在边界区还有粉丝专属现实优惠 书上说颈椎蜕变从二十岁开始 事实上想保护颈椎就要从今天开始 爱自己的同时 也可以给自家父母安排上护颈仪 就算不用护颈仪 平时也要多提醒身边的人 少低头多运动养成良好习惯 不然就真不知道 美好的明天和疾病哪个先来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一键三连和分享支持一下 希望你明天也是美好的一天 我是睡觉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